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3 2个 那边翻了好多过 2个 快快 这人打这边来了 快快 那个低 这里现在有火箭带 啊 我发了两个 谁好大啊 我去 发到那边了 不是 凉这个不很凝了吗 是咱就咱的抽筒里有 是咱俩个水 是咱俩被烂尖掉了啊 五零还没油了 吃油 吃了油的 这不理 把全部塞都影响 嗯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水电断供和无人道攻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近日 叙利亚政府军成功收复哥兰高地 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中东地区 长达半个世纪以来 以色列一直占领这片分属于叙利亚的土地 而如今 它终于回归原宠 对于叙利亚人民而言 这是对巴沙尔正确果敢和智慧的肯定 他们坚信 只有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智慧的外交手段 才能够回被侵占的领土 哥兰高地一直是中东敌人政治的焦点 近期 一次叙利亚军队有针对性的袭击以色列 再次引起全球广泛观众 这片土地不仅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因其丰富的水资源备受注目 其中 加利利海提米利亚乌是哥兰高地最能中物的水资源之一 长期以来 以色列一直掌控着哥兰高地 为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该地区 为以色列本地一千万人提供散水资源 你看到前面那些 哈马斯反击以色列的一些轰炸 他们有些人在以色列打工 那个抖音上面的 在以色列打工的大部分都是劳工 我刚都有帮他们做那个建筑的 那就 就是做那个建筑工人 或者是一些面包师傅 你要看的 然后面包师傅在空袭之下 还可以去夜店 那去夜店有什么用呢 你都不已经签了 那个不准操以色列女人 你都签了 那什么用呢 可看不给操 羞辱你中国人 那我也不屑 其实重点是真正 在这种情况以过去的历史来讲 去以色列这种国家的大部分都只是 基层的人 会去加杀的是高层 那种我说高层不是身份地位啦 是那种腰 我前面讲的 九层腰打的腰 会很想去 在里面展现腰法 会比较高 在里面会往里面去 那就是要有点危险 那我 先前我是不知道 如果真的回到200 04年开始建墙了 06年建成 然后06年也打了一仗 如果早点知道 我可以考虑 去那边传授一下 你们现在 你看现在以色列现在 公布的那个 那个战损比 300多人 然后四分之一都是军官 校级军官就占了一大半 一大堆了 还没有算位级的 那其他还有 还有士官 然后 在士兵只有十几个 那怎么可能 你的部队里面没有兵 军官比士兵多吗 哈哈哈哈 那士官如果扣掉哈 那士官也是冲前面的嘛 那 到底是几个兵 你不都一呼一 怎么只有三 阵亡300多个 不可能啊 哈哈 你看到我前面那个视频 那个打那个坦克 一发进去里面 大概就炸死几个人了 炸死好几个人了 那他当然也有枪战了 那 以色列到底说 他估计打死了几十个 哈马斯 打死几个 他到底几个他也没算 也不可能去 也不可能去算嘛 所以他到最后都是用狂轰滥炸 炮轰跟那个 那死了超过一万人 大部分都是 老人妇女儿童 或者平民 那种很扯的事情 那种很扯的事情啊 他只是用那种报复嘛 那自己的三王 以以色列的那个三王比来看 我看要乘以五啦 要补充一些士兵进去啦 因为士兵他能不报就不报嘛 那军官 军事官可能都是一些有 有 长久有名物在里面的 他不能不报啊 哈哈 那 那我看是 你大概 以以色列这种情况乘以五差不多啦 把士兵 弄进去的话 突击部队顶多成分 军事官大概三分之一 士兵三分之二差不多啊 一半的话 我看以前那个 所谓的精锐的侦察突击铝 突击银 那士兵也要有一半啊 这就已经是很烂了咧 你的管理模式很烂咧 士兵占那么少 其他都是军事官 那已经很烂了 这叫很烂的部队啊 他们把它叫精锐 因为大部分都是 有经验的军事官组成嘛 士兵是菜鸟嘛 但这种情况 杨总解释嘛 一个就是士兵死亡他不报啊 另外一个就是 就少报啦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你那个部队的士兵 所以一看到军官死了就跑光光 那有可能 就散光 哈哈 那 反正总之你少报 那从这整个来看 以色列是 情况有点不太妙啊 看上去 不太妙的是加沙城 实际上不妙的是以色列 我前面提过 就是 你那个西厂 在战术上是吃大亏 但是在战略上 他是占便宜的 这个东厂 把爪牙疯狂的爪 疯狂的打 但是在整个战略上 从经济上 从外交上 从整个来讲 你是吃大亏的 那 他现在开始果然 本来一个比一个强硬嘛 以色列的高官 一个 现在 突然内塔尼亚胡 甚至强硬到说要用核弹嘛 但那是不可能的嘛 那像内塔尼亚胡现在 突然讲说 你放人质我考虑停火 哈哈 这一点就 就可以了 反正他人质也差不多死很多了嘛 不是抓了好几百个人质嘛 他人质据说已经死了 死了几十个 我看已经有上百了 因为他根本不顾人质拼命炸嘛 那人质就死得很难看嘛 他根本不想救人质嘛 所以这个 可以考虑 可以弄了 不过以这种 加沙的这种情况来看 我提过 会过去的中国人 在古代来讲 就是基层的 那种木墙的 想要赚钱的 会往 以色列走 但是那种 九层妖塔的妖 他就会往 加沙城里面走 如果他有那个讯息管道的话 他会提前在里面搞鬼 搞一些奇怪的东西 而且去的通常都是 那种 妖力值很强的 都有一定的等级 他都喜欢玩这一套 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玩了 他就喜欢玩这一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后我常常在中国玩的那种都是那种 那种少少一点以寡击中 把一大片把它打掉的 会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那都是 那一种人去搞 所以我前面提那个正强也是其中之一 郭宝玉跑到 陈吉思汗 弱的时候 他跑到那边去 去 让陈吉思汗去打金人 金人 野狐岭一战大败之后 又算溃散之后 包围金中枢 又冒一个正强出来 我前面提过 又把陈吉思汗杀回去 又把杀的落花了 都喜欢玩这一套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 女真人再兴起的那个 努尔哈斯也是这样 这样 就冒出一个范文城 来告诉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只要信 信我者得永生 这才是真正的那个 以色列里面那个 他写的那些 经典讲的 其实是九层妖塔里面能做的 你那只是讲的 我这是做的 你要信他者 你就得永生 你不信就是 会被轰 会被炸 大概加拿渣城里面 因为那种特殊的情况 所以没有 没有接触了 所以没办法救 但是如果有在里面有中国人的话 可以接线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同 可以使用网路传授 传授你这个很有价值 所以你看 他 现场战术上 以色列基本上攻不破加沙城 他纯粹就是用他的绝对的 战略技术优势 以及武器优势 以及美国人的资源 才把别人炸得很惨 但是他要攻破加沙 那还早得很 你说你包围了 现场最大的战股 就是说所谓一分为二包围北加沙 你整个加沙城早就被包围了 2004年 2006年那个时候 你在盖墙的时候 还建立海禁的时候 就已经包围了 打了一个多月 还只是一分为二而已 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是他定义的 因为底下的地道没有一分为二 他只是上面一分为二 也就是中间插入了一些部队 那部队又一直被打一直被轰 可以看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打下来 那看后面他能不能弹 所以我说我前面有讲过 加沙城只用到五行当中其中一戏而已 但是就已经可以有这个成果了 我把你挡住 让你整没有办法真正在里加沙了 那如果五行系都通通传授的话 基本现在巷战 我讲的有可能的 巷战基本可能就在特拉维夫打响 五行系五行部队 五色战士 传授的话 累积个十年 十年就够了 巷战就在加沙城 不是加沙城 巷战就在特拉维夫打响 就算他的武器再强也没有用 他核弹他也不能用 因为你看你如果 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一些 他们突击到那个 就是10月7号攻击以色列本土的 那些部队有没有 那些部队有没有 极 轰警车跟军车嘛 还有打掉那个警局的 有一些视频 可是问题是 你打完之后 现场人就待在那边 这是不对的 他就知道 他的其他的 部队就 战术没有很强 你应该是打掉 他的军警之后 你的人马上抢到生活物资以及弹药 因为军警一定也有弹药 马上替换就要躲到 安全的地方 抢占战略据点 要让他在里面打那个自安战 那基本 他前面 以色列清理的自安战 清理的大概一个 一星期到半个月了 他们紧急动员嘛 然后一星期到半个月 但最后说全部清光了嘛 那以现在来看 大部分真实也清光了 那基本 就那次突击战就没有说很成功 如果有五行系其他的一种观念的话 在现在还在以色列本土打 还在打 而且你要冲出战略部队增援 你不能只冲一些人出去 他没有用 冲战略部队增援 你不要死守了地道 地道留一半的人就够了 其他人要在外围打 打那个孙悟空的大闹战 边走边打 在那边打的时候 你一方面就跟他 那等到他包围你 等到他清光包围你夹杀的时候 要来攻夹杀的时候 你又有其他戏的嘛 那基本 损伤不会那么多 可能现在 他以目前的情况来估算的话 可能还会再翻一倍的人 打到结束 以目前的数字 他公布的数字来看 我是讲夹杀的人 然后后面还会陆续死人 因为 那边都已经一片破碎了 吃的喝的都靠外面 外面救 那你只能逼以色列人放开那些 全面封锁 可是你的生活物资几百万人 肯定很肯定是不够的 那哈马斯藏在底下的那些 累积很多年的那些物资 他绝对不可能随便拿出来啊 因为他还要打仗嘛 所以那很难 所以你前面都没有 我前面讲的那几种 回起部队 那个循环可以建立起来 那如果那个建立起来 你就会发现 你这个城池 以色列就算用什么高科技 怎么打 他也打不下来 用核弹也没办法 因为你的部队已经 潜藏在那边了 只要他讲用核弹就给他 在里面闹 在里面 在约旦河西岸 在北边闹 而且你如果 在北边闹 突击 一路穿插到 以色列北部的话 北边的那个 真主党很可能就要下场了 因为你有这个战略 你现在没有这个战略的话 别人下场都只能 路断断续续的 目前事实已经是这样子了 那现在就只能看 大家全方位 用经济围剿 以色列之后 然后 断交的断交 攻击的攻击 以色列毕竟小国 他体量小 基本他就 美国内部也有人反他 那基本到最后就 他也只能妥协 你目前只能拼这个东西了 没办法 另外那个 讲一下那个蓝白和 KMT 国民党像蓝白和可悲 在我看来 我前面不是讲过 那个国民党这个五大郎 那个潘金莲现在不准他上床 西门庆 美国的西门庆也不准他上床 在那边罚战 在归功属述 在加罚 国民党这群汉奸狗奴 罚战 不能上床 潘金莲的床不能上 他死赖在那边 只能西门庆来 怎么办 有一个充气娃娃 就是白银 白银就是那柯文哲在我看来 他就是个政治充气娃娃 他底下什么都没有 你不觉得他就是个充气娃娃吗 那个舆论把他吹起来嘛 莫名其妙就出现一个白银嘛 那不就充气娃娃 政治充气娃娃 啊 那现在那个 KMG憋不住要上他 充气娃娃说我也不给你上 还骂你 验你是充气娃娃 验你KMG充气娃娃 所以 不错啊 蓝白就不要合嘛 里面金小刀也在破坏嘛 尽量不要合啦 那个 那个 充气娃娃 也嫌你 不行啦 连充气娃娃也不要给你上 所以你看他现在 不用理想 这个党当初创党的目的是什么嘛 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是相反的嘛 不用理想 不用理念 不用目标 什么都不要 只想要做政治 利益分赃 然后也无耻啦 也不要廉耻 只要有利益分赃 什么都好 连充气娃娃你也要 跟他合体 跟谁合体都行 班金连合不了了 就和充气娃娃 充气娃娃嫌你 哈哈哈哈 就是个充气娃娃 一戳就爆了 哈哈 你以为柯文哲是真正的政治势力啊 哈哈 迷这个空气中 啊 乌龟系我不想提了啊 你你你 反正你的末日到了啦 中华民国也末日到了啦 你你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你 你你 自作自受 活该活该啊 我们 反正 现在军舰已经进了十二海里了嘛 一步步逼近啊 中线没有了嘛 毗林区也没有了嘛 林海也没有了嘛 太平岛这 这一次中美军舰对峙就已经很清楚了嘛 那国防部好不容易承认说 已经进十二海里 但我们有效监控啊 然后 人家说台湾倒十二海里呢 就不讲话啊 不讲话 基本就是代表是了啦 进了十二海里不讲嘛 反正就继续在里面玩自知游戏嘛 赶快玩 拼命选 那个张牙五爪 谁跟谁合体 谁跟谁乱批 继续在里面 争权夺利 咬牙切齿很好 去闹吧 这个就不去评论了 台湾岛内的 冲气娃娃也要 玩到最后冲气娃娃也要 所以我说 蒋中正附身 一定是把你们通通枪毙掉啦 那是因为老蒋 老蒋当年 自己都觉得自己很龟了 结果没想到 后面的王八更糟糕 冲气娃娃也要 老蒋 老蒋